昨天全球都關注中共在台海周邊做實彈演練 8月4日開始,12點,中共在台海周邊畫了六個區 昨天來說,中共就射短程導彈 它就說用了多個型號,還要全部精準命中了目標 下面就這樣說,射完之後就說 整個實彈發射訓練任務已完滿完成,解除相關海空域的管制 突然間,為何叫停?為何一直射? 看看吧,中共畫這些區域 最小的都比香港大,不知道多少倍 你現在射這些導彈,射這麼大的區域一定會中 假設我去了台灣,或者我去了台灣 叫小孩在這裏扔石子出去也會中 它畫這麼大的地方一定會中 應該你中共在這個地方裏面再縮小一點 整個漁船,然後你用攝影拍攝它 這樣打中,哇,這樣你就真是威風了 現在確實來說,中共這樣打呢 中共這樣說,台灣方面怎樣說呢? 台灣國防部4號說,中共在這個下午1點56分至4點 就向這個叫做台灣北部和南部東部 周邊發射了共瓦11支 這個東風系列的彈道飛彈 這個叫做台灣方面加強防禦 日本方面就說,中共發射了5支彈道飛彈 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 有4支飛越了台灣上空 台灣國防部就說,這個叫做共軍的彈道飛彈發射後 主要飛行路徑在這個大氣層外 現在台灣就說,這個中共發射了11支 中共在這個1996年,這個台海那裡發射了10支 1996年,現在是多少?是2022年 1996年的時間,這個中共的海軍都很弱的 甚至這個空軍都很弱的 去到2022年,中共就說到自己的海軍、空軍很厲害 甚至直逼美帝,甚至超越美帝 但是你射這些飛彈,都是射多一支? 是這麼多的 你看到中共發放這些影片 昨天,因為中共在台海做飛彈 我進入飛行追蹤器 當時沒有刻意找到這支機 這個叫空警200,中共空軍 就突然卡到這支機 因為在這個位置 就是發現了這個空警200 它一路飛,就飛去台海中線 其實我進來的飛行追蹤器 就是想看台灣上空 究竟飛機有沒有飛呢? 飛機不斷飛 還有很多飛機在台灣這樣飛 台灣本土這樣飛 飛去馬祖,也飛去金門 也有飛機這樣飛的,很繁忙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追蹤器 你看到這裡的烏克蘭 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你看到這個空域 基本上真的是清零 飛機都是兜路的 你看到昨天台灣上空的飛機 空域都很繁忙的 你看到這個叫做鋪路爪雷達 美帝幫台灣做鋪路爪雷達 鋪路爪雷達 也是美帝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的重要一員 現在放在最前線 重要,美帝昨天出了RC-135 甚至這個叫做P-8A 鋪路爪雷達就在這裏下山 還有這裏RC-135就在這個位置 P-8A就在這個位置 P-8A就是連海底的東西都可以看到 台灣的鋪路爪雷達 台灣用了410億台幣 繼續升級這個叫做鋪路爪雷達 P-8A用雷神公司開發的單一整合飛彈圖像 可以提供即時的戰場資訊 甚至可以導彈在哪裏發射 甚至導彈發射之後 可以計算導彈的落點在哪裏 GOOGLE MAD用4000公里去測 這裏就是台灣的鋪路爪雷達的位置 4000公里一測去到新疆邊邊 一路發射下去 基本上不要整個中共都看完 連契哥的地方 好大部分的地方都看完 即是這邊東邊的地方都看完 講到這個日本防衛省也公佈了相關的資料 日本防衛省就說 有4支飛彈飛越了台灣本土 有5支就落入日本經濟專屬區 你看到這幅圖片很仔細 中共在哪裏發射導彈的位置 都已經記錄在那裏 還要中共的導彈射在哪裏 他都知道 已經拿了這些數據 首先你現在講得明白 日本說有5支打到日本的範圍 日本當然有更大的藉口 即是那個修憲 那加快修憲 加快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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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中共在射導彈 日本有技術做中程導彈 就算不做的 美帝當然在東亞地方 在中程導彈 好啦,你這樣射法,在威脅日本和台灣 肯定是日本和台灣的排駐隊 部署這些中程導彈 你又射,我又射 就算我講台灣 不要說這些中程導彈,台灣也有海馬斯 台灣據聞海馬斯300公里射程導彈 美帝給了64支 300公里的導彈可以打到福建 即是沿海的機場 所有地方,即是沿海的軍事目標 全部都可以掃平 但主要就是現在 中共射這些導彈 就說Lance 降落台灣和蔡英文見面 中共的口吻就說 他的口吻就說這個叫台獨 勾結這個叫美國 那他就要射 不射就不行了 其實最大的主因 就說這個中共的內部壓力大 那些粉毛 你看到昨天那條片 真的向這些中共的重要部門 是真的又扔雞蛋 又拉環 又行的嘛 這樣搞來搞去 會不會升級的 那你中共就要射這些蛋 叫做升級 你看到現在中共 他這樣射了要停 即是看回現在中共裡面的經濟環境 是不是真的不行呢 你1996年都射10支 現在2022年又說 你經濟第二大經濟體 都射了11支 都說多1支 是不是已經這樣射 因為很貴很貴 真的不要射了 真的要清倉的喔 真的這麼貴的東西 現在你看回最主要 中共射這些東西 經常都說中共有幾個字 叫做震懾力 那是否震懾到他口中的台獨呢 最主要了 講回他的用意 就是想令到台灣亂 因為他想封鎖台灣 令到台灣亂 令到台灣民眾 即是對這個蔡英文有意見 即是他用這樣的震懾力 用台灣 即是想整亂台灣 用台灣人推翻這個叫做蔡英文 沒有這支歌仔唱啦 你看回這個叫中共啦 射這些叫做飛彈 你早就說了嘛 那你看看最重要的 台灣民間是怎樣 你看到剛才的追蹤器呢 飛機就照飛啦 那些船呢 就照開出去這個公海啦 甚至你看到台灣裡面 有沒有台灣民眾 在這段時間呢 大規模呢 發出這個遊行 叫蔡英文下台呢 沒有啦 甚至有沒有台灣人呢 在這段時間呢 去這些街市也好啊 超市也好呢 搶這些物資呢 即是搶糧啊 搶鹽啊 搶廁紙啊 什麼都搶呢 是沒有出現的嘛 還要看回啦 有沒有大量的台灣人 在這段時間呢 離開台灣呢 是沒有啊 那即是等於中共這次射這個導彈 真是陪了富人又接兵 不但只震懾力清零 還要給台灣、美帝、日本 拿了這些數據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